新闻结束关心的是 民国九十二年 该官政府开发到 香草有草的新务科技工区BOT案 当时丹林立委的管理政策官 是涉嫌向首相收三千万 今年四月份 甲义电话已破电话关无罪 但监察委员但影响 林立官府在开发规定操作 都在首相 二十四号向甲义官政府 提出的求情 将这期三千万的资金流向无单身 对处 甲义官政府强调开发规定一起合法 甲义官党部也破红丹影响是 正在的打手 针对香草有草风区开发 当时丹林立委的管理政策官 比资控收收三千万 但今年四月份 甲义电话已破不出 在监察委员但影响 二十四号向向甲义官政府 提出求情 任典官府在开发规定 都在特别的求情 要批评官府在开发规定 操作为出民进党改官党部 出民下官 官府拥调香草有草的风区开发 官府完全以发行事 并没有逃到超胸 甚至特别的超胸 因为刚刚金融方法 不就向银行来救资 官府竟主动改良 金木修保证金1.5亿 提出了说 这个案已经流标三次 然后再去降低 这个投标的一个门槛 那我们知道说 不管是所有的一个开发案 在投标的过程中 如果发生流标 就要针对它的内容去做调整 所以基本上这不是任何调升进座 就是说流标本来是要调进 那有可能部分金额偏高的部分就是要降低 还是说项目的部分 有实际现况不符合的时候要去调整 这东西很清澈 然后他说这个大铺美 这个香草药草开发案 前后延宕三年半 延宕这个三年半 这个就是大铺美 这个香草药草最后是失败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原因 因为当时候发生了这个金融海啸 主要变成这个开发山 也就是潘中豪的春龙公司 他无法融资 另外担对三千万蔡亦宇共调 这是前立委赞金融和秋生涯账的借贷关系 而且人本代理访三千五百六十万 所有资金流向都有记录 所以中华官才比较不足 蔡亦宇愤慨表示 跟蔡亦竟然认为到政治的打手 这个借贷关系三千万是借贷 而且已经还款 那在借的时候 他们就约定三年还款 以及利息 所以从九十六年开始还 到了九十八年的时候 张花冠替真正龙已经连本代理 还了三千五百六十万 而且都有 这个都有所谓的汇款记录 也就是所谓的资金流向 这个也是 我们在地方好像一审判权无罪的一个关键 在监察委员 求情案件没在七少心理当中 管府共调 管府尊重和会合适合调查 相信适合适合适合 不及的亲呗 谢谢我们空调红 感谢观 彩虹伯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